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今期的立法会上有关房屋以及土地的口头质询占到了很大比例 成为议题之首 不少议员就提出新建限价格楼、青年宿舍以及效仿新加坡买地再出租等方法环节 但全被运输公务司司长罗立文一意否决 此外罗司长还表示都市更新委员会最迟将在下个月成立 在澳门繁华背后 市民一直以来都保守住高房家支付 澳门财政局公布资料显示 上一年11月份 澳门平均楼价接近7.5万澳门元每平方米 虽然价格再创新低 但对于普通市民来说 如今的房价依然高不可攀 房价现已成为了整个澳门社会关注问题 因此不少市民将希望寄托于政府建设的公屋之上 澳门的公屋分为社屋和经屋两种 社屋相当于廉价租屋 经屋相当于经济试用房 但目前政府多个公屋专案工程都停滞不前 例如台山中阶望下公屋已经停工 趁就放公屋也都无法与其交流 另一方面部分新建经屋的业主已领取单位锁示 但未建入住单位 造成公屋资源浪费 对于澳门住屋存在的种种问题 政府能否提出更好解决方法 市民有何时才可以住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屋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时事中的节目 议员讲坛 我是宋雪亭 今天议员讲坛邀请到的嘉宾是澳门立法会议员黄洁珍 欢迎黄议员 你好 以及澳门时事评论员黄东 欢迎黄先生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澳门房屋规划实施等相关问题 澳门的住房问题一直是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 尽管澳门的楼价随着经济有所回落 但私楼的价格仍脱离普罗大众的购买力 而社会和政界也是多次提出建设仙价楼和青年宿舍去缓解 但在此次的立法会上却被运输公务司司长罗立文意义否决 其实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黄议员 其实看回司长上任之后 都没有一些新意在房屋政策上跟我们讲到 我们其实有一个感觉就是 它依然是处于一个叫做执手美的一个阶段 无论是经屋或者社屋的一个公领方面 都是之前的一些说法和一些说法 再加上这次说的就是没有想过要建限价楼 或者是青年宿舍这些这样的构思 但我自己这么想 其实它都为自己留下一些伏线 就是说我们在研究新类型房屋的一些情况 和一个高都市更新未来的一些发展 但这个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 都是一个叫做绵绵之谈 未有一些倒肉的一些实质内容去对大家公布 其实大家就会担心就是一样究竟未来的一个公共房屋政策 会怎样去发展或者是具体的内容是怎样的 我觉得其实这次是给了居民一个 就是真的会有一些失望 因为它虽然很坦白地说到是没有的了 但是下一步究竟是怎样做呢 就是我们是没看到的 还有即使现在说的经社屋的一些数字 都是真是一些旧账 算回一些旧账 那变了其实就都是会担心就是说 再开申请我也可能是没有机会 又或者未来根本是16年 我都没有一个叫做一个经社屋的一个新落成 即使落成的都可能已经是一些名花有主 已经是之前安排到的一些上楼的一些情况 所以其实给居民的确是有少少心灰的一个感觉 好的 其实政府月前也是突然宣布撤销 促进房地产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小组 让社会也是猜测政府是有意松绑楼市 令楼市再度飙升 其实撤销这个小组后 当局应该是如何监管和调控这个房地产市场的 黄先生 其实这个讯号不是认真是好消息来的 就是我自己觉得来说 可能就真的为这个叫做放宽这个辣椒开锦绿灯 我们担心就是这样 所以监管来说 就是我们外界是很无力的 那你就算是立法会来说 都不可以实质监督到的时候 那真的纯粹是靠政府的自律 尤其是房屋局他们的自律 那在过去来说 历史我们看回其实并不怎么良好 因此来说我觉得就是他有没有办法赋予更多的透明度 更多的即时的资讯 不要说每年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今年是无望的了 那这个是最新的消息或者信号 但是接下来又怎样呢 好像黄议员所说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正所谓真的摸着石头过河 现在来说我觉得 保留这个叫做小组 是不是真的 没用的呢 一定要撤销他的呢 我觉得这件事值得商榷 关键就是政府现在的取态 我们都不明确 就是他究竟取消了 他的真正的目的 或者有什么进步的意义在这里呢 我们不清楚 所以希望他澄清或者说明一下 首先要向立法会作出这个说明 向公众 通过传媒 让大家知道 这样来说 我们即是今年 就算说没有名单 没有楼 可以排队的 等这个过程里面 都希望更多的东西 给市民知道 政府在做着 就不是说我召唤对手没有了 今年你们等明年 这样一个 就是一个这样的态度来说 其实不是那么好 当然 就是这个一盘冷水照头栏 刚才我们所说的房屋的问题来说 进步的意义不是没有的 就是不会带市民游花远海 一就一 二就二实事求是 我知道真的没有希望 所以我不再骗你了 司长是一个好人 他懂得这么做来说 在澳门来说都是一个进步 但是 我们希望看到证数是实质的东西 跟着下来 你经过那种 所谓的新类型房屋又是怎样 旧区重整 变成都市更新又是怎样 现在其实就是土地 房屋 城市规格 三者之间环维商购 你拔了一样 第二样一定会移动的 那不可能说完全不移动的 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个联动的关系在哪里 没错 其实现时澳门社会有设屋和精屋两种工屋 不过仍然有许多市民是被排除在外 其实政府也是疑似要推出这个新类型的房屋 支援加薪阶层 其实对这个新类型的房屋设计也是较为复杂的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 因为最初提出新类型房屋的时候 特首在我们的一个施政答问大会里面 其实都是答我的一题问题 就是对一个中产人士那方面是多点支撑的其中一个措施 那变成其实真的对一些中产或者甲心阶层来说 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一个 就是当时都会有一个 还有一个梦想或者有一个希望 其实政府都有为我们这群人去想解决怎样住屋的问题 但是因为始终时间都比较长 都因为一年的时间 整个新类型的房屋的一个研究 方向或者定位 当我们还未知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一个揣测 再加上去年也都提到 就是说这个京屋法也都将会进入一个全面的检讨 那当中之间的一些年带的关系又是怎样呢 那有人之前其实是那个 我们叫做房屋局也都有一些消息出来 就是说这个新类型房屋 可能会以一些租赁的形式 类似社屋的形式 但是他们就会担心就说 同现在京屋为主、社屋为父 社屋的概念又会混淆了又不同 所以变了将来这个新类型房屋的一个研究出来之后 在现行的法例里面 又是要怎样修改才可以进行一个涵接度 这个相当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所以其实政府未来这一年 可能即使没有这个楼宇的 就是经社屋的供应量也好 但是在新类型房屋方面要定性 经社屋的收发检讨的工作 它自己本身的一个时间表或者进程是怎样 其实都要向外对外进行一个交代 还有它自己都要清晰 未来一年在没有供应量的情况之下 它有什么可以做到 让我们市民知道 好的 其实对于这个新类型房屋研究 罗司长也是表示 已经是交由澳大调研 研究结果也是意见参办 那么政府也是陷入了两难 一来就是政府确实是不够土地资源 另外一方面呢 社会已有声音去要求支援这个夹薪阶层 其实对于这个新类型房屋 它的定位和利弊到底是怎样的呢 黄先生 另外您是持怎样的一个立场 我们怎样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呢 这个很坦白 它坦白时我也坦白 因为刚才黄议员说一件事就是 你新类型房屋定义什么 定义任何东西 你如果科学师证义 定义是很重要的 现在来说我们都不清晰的时候 怎样去下一个结论 你好还是不好呢 那我们判断来说 你的新类型房屋 即是介乎于社屋和经屋之间 但是肯定是会偏向其中一方面的 那你那个界限究竟在哪里呢 假设你是类似社屋的一个性质的话 那你的供应量又够不够呢 现在我们都已经是说不够地 不够量供应的时候 那每次制造这样的一个排队的恐慌 拿表的恐慌的时候 那其实会更加激化了 不但你拿这个概念出来 是不清晰 而且是会令到更多的疑虑产生 哇 第三种 这种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概念都未有 供应量等等的东西 土地都未有的时候 会任由社会去揣测 这个揣测来说 只会令到政府更加被动 所以我觉得 今年没有供应量的话 你其实就应该做多一些事情 还有怎样去填补 今年没有楼供应的时候 你怎样去增加 你怎样去填补今年的空白 因为又堆积了 你一直在后面追赶着时代 但排队的人数就会越来越多 政府越来越被动 社会越来越分化 政府必须考虑到这个民生工程 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 澳门最大的民生的计时炸弹 如果再是这样不断滚雪球 把负面的东西滚下去 实际上无妄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第一步 让我们知道 究竟你的定义是什么叫新类型 新向哪裏 新的话一定有些创新的 创新的思维 创新的做法 究竟是属于接近的屋内 是夹心阶层的 还是怎样呢 其实如果京屋和社屋 两部分都解决得不好的时候 其实我们挺担心的 老实讲一句 所以市民的担心和疑虑是有道理 希望政府也都明白 好的 其实澳门这个经乌数量 长年也是不足 每次申请的人数都是超过10倍以上 而司长也是表示 难以给出新建工屋的时间表 导致有立法会议员就再次提出 在这个轻轨上建设工屋 其实这是否可行呢 另外就是您对整个这个房屋的建设规划 有怎样的一个看法呢 黄元 如果要说到轻轨上建设工屋 这件事呢 因为我不是一个建筑工程师 那我都很难去判断 它的可行性是怎样 但是现在就看回现在我们的那个叫做 叫做经屋的申请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呢 就是之前的一些累积下来的 就是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现在的供应量来说 的确是真的有限 还有就是因为过去的一段时间 在过往的申请的一些 这些申请者里面的这些四万多份申请里面 房屋局就真的要好好利用这些资料 究竟去研究一下当中合资格的人有多少 然后再针对合资格的人有多少 再去为未来的一个经社屋的比例 或者是公私楼的比例 做一个叫做科学一点的一个估计的一个方法 因为过往就是可以是市民可以购买 那个私人房屋的时候 公私楼的比例是8比2的 但是现在已经是大部分人都脱离了这个购买能力的时候 这个比例基本上现在很多港都是不合适的了 那么将来去怎样去一个调整呢 政府真的要去考虑 还有经社屋的比例也是一样 是要去考虑做一个调整 那么这个就是为了未来A区那个叫做公共房屋的方面 去做一个参考的一个数据和一个指引 嗯 好的 那么相关议题我们也是稍后讨论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议员讲坛 欢迎回来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实施声论节目 语言讲坛 我是宋雪亭 我们继续来探讨 除了新建公屋之外都市更新议事规划的焦点 旧区重建早在2004年提出之后旧区重整 随后旧区重整法案在11年交由立法会 13年被政府回收台死服中 14年旧区重整变成都市更新 但都市更新委员会一直是只听到楼梯响 其实我们的旧区一直是在规划当中没有向前走半步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黄议员 这个都市更新是一个新的概念 但其实它是万变不利其中 其实也是涉及到之前讲的旧区重整 旧区重建 但是我们一讲已经讲了一年多的时间 都是未见影中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觉得失望的 而我自己作为议员 旧区重整的法案在上一届变成废案之后 今年其实已经过了两年半的时间 依然我们都未见到任何的进展 我们再追他的时候 他就将责任推了给一个叫做 旧区重整委员会到期了 变成都市更新的委员会 我觉得其实在某程度上 都是推卸了一个责任 或者是将一些工作是推延了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失望的 其实对于原本是旧区重建的 一个右汉区的居民来说 他们更加有点感到是真的绝望 因为对于当时来说 他们在右汉那边打算是遍区去考虑 改善他们的一个居住的环境 但是因为在于一个法律的一个未通过 以及就是本身的规划 亦都是因为一个业权人赔偿的问题 亦都是各自了 那便于他们来说 本身有一个叫做从整的规划 已经力力在目放在眼前 那现在经过一段时间 竟然变成了都是无了期的等 那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是真的会比较失望 其实我们更加希望 政府就是在这个都市更新委员会 司长说 可能在月内或者月底 会公布名单之后 可以更加清晰明确 这个都市更新委员会 那个责任职能去到哪里 那么我们更加不期望的就是 咨询完之后 依然是停留是咨询 我们要的是一些实质的一个效用 或者是出来 真的可以在什么时间里面 我在这个都市更新委员会的成员里面 可以去明确一点的分工 某部分是推动整个实质的一个 重建规划的一个工作 整个都市一个面貌 可以给予一个规划 另外一部分是研究法律的 因为他都说到会医回之前的一些 旧区从政委员会的一些资料基础 去进行一个跟进 他曾经亦都说过 可以将旧区从政的一个法案 斩见识感想 好了 因为已经有一个基础 斩见识感想很快 一件一件就来 我们希望有一个小组 都可以在他们的委员会里面 有一个小组可以专门去研究法律 即在委员会里面 都可以分工合作 几步去走 去推动这个叫做都市更新里面 一些已经承认的一些 旧区从政的计划 可以继续做下去 和可以快些做 嗯嗯嗯 其实对于这个旧区重建 旧区重整 都是更新这几个概念 有人认为是越做越大 越来越模糊 其实黄先生您是赞同的吗 您怎么看这种定位和规划呢 呃 欧议员这个说法呢 我是同意的 因为现在玩 我们看上去 好像玩语言艺术 换一个名词 又换一个委员会 是否真的有助于这个推进 所谓的都市更新 我不清楚 因为我们不清楚 新的委员会和旧的委员会 有什么不同 正所谓的职能 架构 人事安排 职权等等 通通都不清楚 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 等一会儿没所谓 但右汉的居民 一年一年等下去 是否有办法呢 是否真的要等到 死了 或者全部迁出了 或者倒下了 才解决到 真是能够推动到政府去做事 我们不希望是这样 但危机越来越接近 坦白说 其实2004年出台 实际上 我说那时候 2001年已经 是的 考虑这一样 我们最早知道是2001年 其实 那个扣司 他是有很大的决心去做 但忽视了难度 尤其持份者的利益分配的问题 这件事可以理解 但是 这么多年都解决不了 我也看不到 新成立一个委员会 就可以突破到这个难点 所以我看回这个名词 在政府来说 很多时候下排 舊族重整 然后都市更新 理论上 看不出 外行人看不出 但在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说 三样东西 其实 有关联 但也有不同 重整 这个字很好 我几时都说 是整不一定是拆 但是可以拆 可以重建 现在来说 到時都市更新 好像很宏偉的城市更新 政府有沒有這個魄力去負責 你一個遊行區也解決不了 我們很害怕 所以你引入的 其實這個都市更新 不是我們創出來 是台灣方面城市區說他們有 包括他們的法律 都要做是都市更新 我們引入來是否真的理解它的內涵 還是換了一個字 換了一個委員會 重新上路 到時行六干年之後 原來我們依然是解決不了的 尤其在法律上面 有一個補償潘遷那裡 沒有突破的話 那我們搞來做什麼呢 所以起步是很重要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我希望這次真是一個好開始 就不要再令到我們失望了 其實剛才也是說到 在立法會上 司長羅利文也是表示了 這個舊區重整委員會的法規 以及委員將在這個幾週內公布 其实刚才黄先生也是说到了 也是有议员也是质疑了 就政府不应该将这个都市更新 和旧区重整等重任 放在一个咨询委员会身上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黄议员 我都觉得如果你放在一个 资讯委员会的身上 你本身政府办的角色是什么呢 其实你看回邻近的地方 对一些旧楼残危楼宇 或者整个旧区的一个 就是换新马的过程里面 政府是一个很主导的一个作用 它会成立一个市建局 或者是一个都市更新的一个 叫做一个局 或者是一个政府局级的一个部门去做 现在已是一个咨询委员会 是一个咨询的性质 当中其实发挥到的功能 可能只是给意见 但是最终的主导权都是在政府上 所以接下来政府应该真的要明确 它那条路去怎么走 作为委员会先有得去讨论 去作为给意见 因为其实真的 等就真的令到很多市民 是真是苦等 因为我们看回现在楼殷超过30年以上 我手上的数据就是 在去年的3月已经是到4,342栋 而现在估计是危楼的有1,700栋 那变成了其实是对居民的一个生活 或者是一个住所也都造成影响的时候 其实真的不应该去再拖 还有政府应该明确 它当中在这个委员会里面 政府的职能职权是去到哪一处 这样才可以令到知道这件事 究竟是不是可以成事 还有就是在什么时间内可以成事去解决问题 因为如果在现在说的是虽然一些残疑楼宇 可以有一个基金给他们去做一些申请 但是有一些低层的楼宇 它是没有业主会的 那他们在申请的时候也都会遇到一些困难 那这个也不是长远去解决的问题 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一个城市继续发展 过去的一些楼宇 就是变成了楼宁比较旧的楼宇 也都会越来越多的时候 政府考虑的就要更加长远 而不是看于现状 好的 其实刚才黄议员是质疑 政府虽然是主导这个重建工作 为何这个都是更新的问题上 却没有相关的一个计划 却完全是依赖一个这个委员会 其实这个委员会将是怎样的一个性质定位 目前我们都是不清楚的 其实对于这个旧区重整这个委员会 您是抱有一个怎样的期望呢 黄先生 我们观望的态度 坦白说一句 就不要说现在就说 看死他一定不行 那又不科学 是不是 我们科学施政 但是在未出台之前 我们给多些意见 希望他尽快去做多些实事好事 讲回其实 旧区重整咨询委会 当时最初是很雄心壮志 也都向香港市政局取经 当时我们都去过 其实在那个过程中 培养了一群义工队 吸取了香港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本来是大有条件做得好 好了 现在全部归零 重新来过 会不会是有一些好的东西 我们都丢掉 我们就怕是这样 在那个过程中 现在我们理解或者收到的 这个依然是一个资讯的 的委员会 他的职能其实是没有超过以前 旧资会的时候 我们的希望又放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虽然不是说 看死他一定不行 但是也担心他不行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希望推动他能 由不行变成可以 但是他必须要给一些希望 你怎样有一个新意 有什么新的突破 尤其是有一件事 必须要提的就是 我们是希望安居乐业 市民很简单 其实城市区压 在这个叫做 我什么时候都说 澳门是没有一个 完整整的房屋政策 说的有房屋政策 但是一时讲社屋 一时讲经屋 一时讲私楼 这个几乎是不讲的 就是租任市场 四个部分 现在再加上新类型房屋 这个统统应该摆在一起 才是有助于解决 否则你顾得起 顾不到此时 这个不是真的一个房屋政策 你旧区重整也好 都市更新也好 是需要一个通盘完整的 叫做规划出台 而不是我们讲旧区 其实新楼 新的田内区 那些就不用理 这样不是真的有一个 规划的思维在这里 政府这个思维 首先要上一个层次才行 好的 希望政府可以听取 各方面的意见 尽快完善相应的规划 在新的一年 有目标有进度 最终达到市民安居乐业的议员 今天多谢黄议员 以及黄先生 参与我们的议题讨论 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议员讲谈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观看